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伯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百斯 王子才能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迪 清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这个谈议医生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一款刘剂 这次给大家介绍 有一款同类疗法的灵丹妙药 叫做Naja tripodians Naja Naja, Triputians, Triputians, T-R-I-P-U-D-I-A-N-S Naja 是一个眼颈蛇,眼颈蛇毒,Copra,Copra Venom 大家应该都了解到,在同样的疗法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应用一些天然的物质,包括天然的毒物 有些疗剂的来源就是一个天然的毒物,比如蜘蛛毒,或者整个黄蜂 Naja,这个眼颈蛇毒,就跟一般很多其他蛇的症状不同 比如很多眼颈蛇毒,它的症状是没有什么出血性的 不是很多流血,满血,或者那种败血的问题 不像巴西蛇毒,Lecasus,还有响尾蛇,Croterus 其他的蛇很多时候是有一种出血性,溶血性,或者败血性的症状 但是眼颈蛇毒,Naja,它是出现一种典型的,我们叫做碎烟麻痹 就是一种麻痹的症状,Bulber paralysis 一个很典型的,它就不会有什么出血的 只是个人就会腫了,通常被咬的伤者 通常没有什么外面受伤的痕迹 只不过可能有少少拆损了,比如拆伤了 或者是有一种被咬的孔痕 但是你会看到,被咬的部分下面的身体组织 是呈以一种紫心色的,有很多黏黏的血液体 在伤口附近的,但当然有一个很主要的症状 就是在患处被咬的地方,会出现一种很强烈的消灼烈的痛 这个可以这么说,是第一个症状 一被咬的时候,病者的感觉好像一种很消灼烈的痛症 在平复大概一个小时之后,其他中毒症状就会出现了 出现得很快的,比如一种被中毒的症状 接着,病人的四肢就开始无力了 病人接着就会失了声,说不出话 烟吞出现问题,以及面嘴唇的控制都失了 也会有大量的口水,以及呼吸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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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后就停顿 整个过程里面,病者都是清醒的 这个经历都是清醒的 好了,Naja的眼颈蛇毒 在同类疗法是应用在什么地方呢? 同类疗法是应用是一种心反膜的问题 心脏的心反膜那类的问题 很可能心脏比较脆弱 就出现了一种反流 心反血液的反流 或者心反核窄 或者心反脱随 就是眼颈蛇毒的主要应用的地方 当然,如果你被眼颈蛇咬了 这也是一个疗剂可以用的,即是语毒公毒 所以,很容易记得眼颈蛇毒 主要是用一些和急性慢性的感染性的心脏内膜炎 我英文叫做endocarditis 感染性的心脏内膜炎 而导致了心反感染受伤 我有一种叫做 可能还要懂成不能 denk odocarditis 某些人拿去牙医 对人 medocarditis 牙医疗帮你弄牙医 小 shredded LDX 牙医医、 interdisciplinary健康 性 STEM 如果你的心膜有问题,当然血压会比较低 还有一个很独特的关键性的症状 病者的感觉是心胸外的心跳的感觉 记住,不是在心里面,不是在胸肛里面 而是在胸肛,外面有一种心跳,心跪的感觉 这种是一个很独特的,很特意的眼颈蛇毒的症状 即是你的感觉好像在胸肛里面,但那种跳的感觉 就不是在胸肛里面的心脏,而是在胸肛外面的感觉 过去有些人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症状? 因为受了感染,因为受了炼球菌的感染 或者有时小时候出现了我们叫做 风湿热,有时有无端端患了这些风湿热 接着就说我们的細菌感染了 在同类疗法,那种观点有少少不同 我们很多时候就不会觉得因为用抗生素 就会减减这个问题,往往是因为抗生素应用 将这种病毒由外面的症状,比如喉咙的问题 喉咙的链球菌的喉咙问题,被用药打压了,禁了 就这样影响了心反 所以在我们的同类疗法,病因的观点 和一般的对抗性的状态是很不同的 好了,记住,我们叫做心跳 叫做黑 murmur 这种最表面的症状 当然,心反的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少 有些人一生就有心的,有杂音的,有 murmur 这代表心反有事 但可能都没有什么特别症状 没有什么意思的 有时候可能心跳不规律 出现这种杂音 但有些严重的,可能会影响性命 可能要用那些所谓心脏起薄器 甚至严重的,要换个心反 换一个猪的心反 所以,视乎破坏的程度 当然,如果破坏越大 当然,用同类疗法能够完全治愈的机会 都比较难很多 但有时候,如果是初期的出现 这个心有杂声 大家可以试试眼镜蛇毒 眼镜蛇毒,大家不用怕 我们不是用毒药来医你的 同类疗法的疗剂 通常是将眼镜蛇毒的毒 将它经过特别的制作 将它不断的稀释 来充能,将它成为一个同类疗法的疗剂 由于心反的问题 不是一个简单的功能性的问题 所以用疗剂的分能 都尽量是比较低的分能 我们会通常用6C 到30C 或者用LM Potency 总之,我们都是用一种长用一段时间 所以分能 尽量是比较低的分能 好了,今天跟大家介绍了 这种眼镜蛇毒 专门帮助心脏的心反 那些毛病 原医生刚才介绍了的同类疗剂 觉得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约?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铜锣湾、沙甸街、富盛商业大厦2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买得到 查询电话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拜拜! by bwd6